各位同学好 这段导读影片呢 我要同时来导读第五章以及第六章 因为第五章呢 它所使用的示范资料呢 其实是延续着第四章的 也就是说这里所展示的直方图 以及相形图 还有柱状图呢 其实都是在第四章的描述统计中都用过的 那我建议同学呢 你按照电子书的示范自行操作的时候呢 可以再回到第四章中去看看 在这些视觉化统计图中所强调的特征呢 它是对应到到在第四章描述统计谈到的 集中量数 编译量数 或者是偏态与风度的 什么样的 的一些 统计量数 那这样呢能够让 能够增加你 对于 解读 统计图的 能力 而我如果是在我的课堂上呢 我会再用这个经典的历史的霍乱 伦敦霍乱的 故事呢来跟同学强调 强调 认识 描述统计 以及资料视觉化的 重要性 而在 第五章的柱状图中呢 在这里 因为原作者呢有使用到 一些 有使用到一些 一些逻辑运算字 所以说我会搭配第六章的 实物课题中的部分资料来做解释 那 也建议同学呢你在用到柱状图的 那个部分的时候呢 可以 可以自己 切换到第六章实物课题中的 资料变相 转换与编码这一节 还有筛选部分资料的 这一节 那在看这个 影片的时候呢我这个部分还在进行翻译 而之后呢 同学 可以 在 电子书中看到 比较完整的正确版 而 这个第六章呢他其实所涵盖的 课题 都是比较 杂乱的 都是谈的 都是一些 很基本的 资料 处理 而 这本 电 原作者呢 也是建议 同学在 在之后 特别是谈到统计方法的时候呢 会有应用到一些技巧 到时候呢 会 我会提 提示 或者是请同学自己 再来回到这一章去找到一些 对应的 一些解 解说 那这样子呢能够 帮助你 去真正的 把 这本书所介绍的 一些资料 处理 操作 的方法呢 应用到真实的 资料里 看得到 这一章去 那一章去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